男人一天升起多少次算健康?睡眠中也会薄血吗? 一天之幸在于晨 男人早上在不受任何刺激包括性幻想和异性刺激情况下 会自发性升起,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晨薄 但是,也有的男人在睡梦中也会突然被自己勃起惊天一举而惊醒 到底是怎么回事?一天当中发生多少次勃起仍然算正常 为什么夜间比较容易勃起? 早晨清醒前时常会出现银精勃起,医学上称之为清晨勃起 但是,有些男人也发现自己在夜间甚至比白天还容易发生勃起,尤其次数也比较多 为什么夜间比较容易勃起? 那么小弟弟在升起前,升起后的长度,是否也与男人的健康有关系? 父产科医师蔡风博表示 白天的时候,因为我们的大脑勃起中枢受到理性的控制,比较不敢随便勃起 但是,晚上睡觉的时候,大脑皮质的抑制状态就松懈了,因此就没办法对勃起中枢加以控制 所以,勃起中枢的兴奋得以自由发挥,以至年轻男人每晚大概勃起四至六次,每次大概二十分钟 至于白天清晨也是因精体积增加的最明显的时间,大约是在清晨五点,此时也会有勃起自然反应 勃起坚硬度,跟男人健康状况息息相关 通常我们可以从夜间勃起或早晨勃起去看健康状况,它的坚硬度跟男人健康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有一种贴邮票的实验,即睡觉的时候,把邮票贴在阴晶上面,如果第二天邮票掉落破裂,那晚上有自然勃起是健康的 如果邮票还黏在阴晶上面,那表示健康可能有问题 勃起后的尺寸平均是13公分 再来看勃起前后的尺寸问题 男人还没有勃起,男人还没有勃起平均的长度是8.9公分,勃起后平均是13公分 另外,洗澡的时候阴晶的尺寸会比平常小一点,这一些都是正常的现象,不必过度在异常短问题 夜间勃起生理监测仪器 鸟垫图 有趣的是,夜间勃起有一种生理监测仪器,叫做鸟垫图,类似心垫图,是观察夜间阴晶勃起次数、强度,以诊断阴晶勃起品质好坏 鸟垫图 鸟垫图是由两个具有伸缩性的橡皮圈,夜间睡觉时一个套龟头 一个套阴晶根部,入睡后阴晶一旦勃起,就会撑开橡皮圈,且随着阴晶粗细,显示出不同数据,随后将监测到的记录连上电脑,荧幕上就会出现类似心垫图高低起伏的数据 鸟垫图 鸟垫图在勃起的时候会记录,假如睡觉六至八小时,一个晚上会有三至五次的勃起,每次大概十至三十分钟不等,同时会侦测到勃起的幅度 鸟垫图在勃起的幅度 表现不理想 陈勃状况 好方满意度 反映健康状况 肤产科医师蔡峰博表示,越来越多的人把勃起障碍当作是慢性病,它反映是心血管疾病,或缺乏男性荷尔蒙 所以,勃起障碍分成心理因素与器官因素,长期没有陈间勃起,加上航房的时候勃起差,健康可能出问题了 如果说短期的陈勃不好,加上航房时陈勃还可以,这又分成两种 一般是以三个月为基准,虽然短时间陈间勃起,但是刑房表现良好,那只是早上没有遇到勃起,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,如果一段时间没有陈间勃起,航房还能够勃起,但容易因为一点小状况就软掉,那大概身体出了一点小状况 如果陈间勃起加,航房勃起差,那可能是心理因素,可能建议看一下心理医师 一天之幸在于晨,男人早上在不受任何刺激包括性幻想和异性刺激情况下,会自发性升起,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陈勃 但是,也有的男人在睡梦中也会突然被自己勃起惊天一举而惊醒,到底是怎么回事? 一天当中发生多少次勃起仍然算正常 为什么夜间比较容易勃起? 为什么夜间比较容易勃起? 医学上称之为清晨勃起,但是,有些男人也发现自己在夜间甚至比白天还容易发生勃起,尤其次数也比较多 为什么夜间比较容易勃起? 那么小弟弟在升起前,升起后的长度,是否也与男人的健康有关系? 妇产科医师蔡风博表示,白天的时候,因为我们的大脑勃起中枢受到理性的控制,比较不敢随便勃起 但是,晚上睡觉的时候,大脑皮质的抑制状态就松懈了,因此就没办法对勃起中枢加以控制 所以,勃起中枢的兴奋得以自由发挥,一致年轻男人每晚大概勃起四至六次,每次大概二十分钟 至于白天清晨也是因精体积增加的最明显的时间,大约是在清晨五点,此时也会有勃起自然反应 勃起坚硬度,跟男人健康状况息息相关 通常我们可以从夜间勃起或早晨勃起去看健康状况,他的坚硬度跟男人健康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有一种贴邮票的实验,即睡觉的时候,把邮票贴在阴晶上面,如果第二天邮票掉落破裂,那晚上有自然勃起是健康的,如果邮票还黏在阴晶上面,那表示健康可能有问题 勃起后的尺寸平均是13公分 再来看勃起前后的尺寸问题,男人还没有勃起平均的长度是8.9公分,勃起后平均是13公分 另外,洗澡的时候阴晶的尺寸会比平均小一点,这一些都是正常的现象,不必过度在异常短问题 夜间勃起生理监测仪器鸟垫图 有趣的是,夜间勃起有一种生理监测仪器,叫做鸟垫图,类似心垫图,是观察夜间阴晶勃起次数、强度,以诊断阴晶勃起品质好坏 鸟垫图 鸟垫图是由两个具有伸缩性的橡皮圈,夜间睡觉时一个套龟头 一个套鸟精根部,入睡后鸟精一旦勃起,就会撑开橡皮圈,且随着鸟精粗细,显示出不同数据,随后将监测到的记录连上电脑,荧幕上就会出现类似心垫图高低起伏的数据 鸟垫图 鸟垫图在勃起的时候会记录,假如睡觉6至8小时,一个晚上会有3至5次的勃起,每次大概10至30分钟不等,同时会侦测到勃起的幅度 平常唱歌不好,比如说陈坚勃起,那上台也很难唱得很好听,就是行房也不会理想 但是,如果平常唱得不错,也就是陈坚勃起很好,那上台表演不一定会唱得好,因为可能行房表现不理想 陈坚勃起了 陈坚勃起状况,行房满意度。反映健康状况 肤产科医师蔡峰勃表示,越来越多的人把勃起障碍当作是慢性病,他反映有多人幅度不足,宽陈坚勃起。 血管疾病,或缺乏男性荷尔蒙。 所以,勃起障碍分成心理因素与器官因素,长期没有沉间勃起,加上航房的时候勃起差,健康可能出问题了。 如果说短期的沉泊不好,加上航房时沉泊还可以,这又分成两种。 一般是以三个月为基准,虽然短时间沉间勃起,但是刑房表现良好,那只是早上没有遇到勃起,就不用太担心。 但是,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沉间勃起,航房还能够勃起,但容易因为一点小状况就软掉,那大概身体出了一点小状况。 如果沉间勃起加,航房勃起差,那可能是心理因素,可能建议看一下心理医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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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